焦点话题继续来看到 担心使用通讯软体有资安疑虑 行政院长江一华在昨天表示 日前已经下令禁止公务员 使用通讯软体LINE来谈论公务 以免有泄密疑虑 今天在立法院也成为了咨询焦点 目前市面上这些通讯软体 到底哪一个最安全 只要是无线资安系统 都有它泄密的顾虑 基于资讯安全考量 行政院通行各机关 要求公务员不要使用通讯软体LINE 敢用国人自行研发的纠科 但不可否认 从官员到立委都是LINE的爱用者 立委质疑 LINE在全球用户有5亿 没听说在哪个国家 因为国安疑虑遭禁用 除了中国大陆 对于资通安全非常注意的美国 也没有特别去强调说LINE是有 这个国安危机的 会泄露国家机密危机的 反倒是在8月份的这个 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里头 发现中国倒是北京有一篇 有一篇公告 就北京它即将要下令禁用所有的这种通讯软体 为什么台湾现在好像马上就跟着中国的脚步 就我看起来我觉得是像跟着中国的脚步 最主要的考量好像是因为伺服器不在台湾 而进入台湾市场的中国品牌手机小米 被发现会把用户各自自动回传北京 是不是也该比照LINE禁止公务使用 行政院长江一华昨天却说 等三个月评估后决定 小米机的使用 这个我觉得它的危险性 其实跟过去我们一直在谈 国安系统该不该采用华为的这个机器 其实是一样的危险 那我想如果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彻查的话 那这三个月中间不晓得会有多少的骇客来入侵 或者是有多少的国安的资讯会泄露出去 我想行政院应该是要加快脚步 新唐人也在电视 尊业豪林家伟 刘静怡 张明竹 台湾台北财报报道